小朋友若果我们有三个个位数上商家究竟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片段看看有什么得着 共有糖果几多粒 我会这样计算 我会这样计算 我们也可以三个数一起加 好像这样 三个方法都可以计算答案是9 原来我们可以三个个位数一起加 这些就叫做连加 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省一些步骤 但是小朋友要留意 三个数连加的话 会比较容易计算 所以在运算上 我们要小心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三连加和两个数相加后 再将结果和第三个相加分别是什么 首先 1加2 我们得出3 然后3加3 我们得出6 所以答案就是6 好 而其实三连加的方法 我们可以选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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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中两个数目 双加 所以双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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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双加可以减少 小朋友 现在我们再做一个示范 三连加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 2加2加分别的数目 所以双加 2加分别的数目 在这个算数目 就是2加分别的数目 例如在这里 我们把2和4加分别的数目 得出6 再2加分别的数目 也会计算到2加分别的数目 再2加分别的数目 大分别的数目 结果,我们亦都会得出吧! 其实三年加里,小朋友可以选择两个比较容易双加的数计算了先 那就可以做得快点的啦! 小朋友,现在是你们做练习的时间啦! 那我给多一点时间你们,然后再给答案你们啦! 看一下你们可以做到多少条! 感谢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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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好了吗? 我们讲答案 第一条 4、1和3相加 答案就是8 第二条 5、2、2相加 就是9 第三条 5、6、4相加 就是15 第四条 8、4、3相加 都是15 小朋友 是不是全部适合呢? 很棒啊! 今天又教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! 拜拜! 拜拜